大家好,我是Dan 一位奶奶斗被爆料是对女友动促的恐怖情人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该新闻也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 2月25号凌晨 一位网友发文表示 我朋友在2月19号已经到警局写了陈述书 26号会接受受害者调查 他虽然不是很有名 但是也是受到手术粉丝的支持 所以觉得非常傻眼 我朋友与奶奶斗歪交往了三个月左右 因为朋友要求分手 所以就被殴打了 他抓住我朋友的领子拖到巷子里 想要抢走手机丢掉 还乐住脖子让朋友昏倒 如果不是这位民众茫茫的话 我朋友应该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曾经相爱的人告知离别就施暴 是非常错误的行为 这种人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继续在演艺圈活动是不可以的 26号接受受害者调查后会再发文的 然后这位网友也上传了很多朋友与奶奶斗的照片 以及江南警察局发送的短信 也附上了朋友与奶奶斗的聊天内容 因为不能随心所欲 就乐住脖子让我昏倒 嗯 是我做错了 我因为被你打得全身受伤 又昏倒 现在胸口也很痛 我真心的向你道歉 我会下跪的 我们见面吧 谁知道你会对我做什么 还要我跟你见面 我什么都不会做的 只是想要真心的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疯了 因为要求分手就乐住对方的脖子 拜托 这种人不应该要让他们出现在媒体上 没有证据的话就不会相信 但是这次证据也 你以为下跪的话什么都能解决吗 干嘛一直说下跪 你以为那个很了不起吗 说要真的道歉 但是短信里没有一句对不起 对前女友前妻执着的理由 不会有人傻傻的认为是爱情吧 99.999%是因为 他们觉得曾经是我拥有的东西 竟然对我反抗而愤怒的 然后就是贪欲 想要再次找回那个东西而已 绝对不是爱情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真的话是坏家伙 但是为什么是第三者上川呢 也不是你自己经历的 所以被施暴的证据呢 没有受害者出现 怎么能说是证据呢 现在在韩网 大部分的网友们都已经确定 是哪位爱豆了 不管怎么样 就一句话 打女人的男人 就是个渣男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M的大变化 今天SM官方声明 在2023年NCT投球之后 NCT无限扩张将会结束 没有成员变化 会全力支持现有的成员活动 恭喜恭喜 少了一个隐素们就能这么迅速 从出道到现在的成员们 粉丝们大家都辛苦了 太好了 恭喜粉丝们 无限扩张本来就很夸张了 到现在都会搞混 那应该会有新男团出现了 太期待了 咳咳咳 而除了这个消息之外 SM官方也公开了 保护旗下艺人的方案 公司会设立检局 举报诽谤艺人的窗口 就是像这种样子的网站 也会想办法让举报人 能够确认检局举报后的结果 然后也会开发 过滤假消息恶性谣言的系统 并且也会与 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等 国际SNS公司合作 让留言诽谤辱骂的账号 限制活动 很好 希望能按照计划进行 能让举报人确认结果 感觉很好 希望能够好好进行 到现在举报的邮件都没有确认 所以不太能相信他们 如果真做的话 真的是太好了 为了改变 现在能这样努力 就很不错了 真的希望能好好进行这个项目 让没有酸炎 肥膀的话 就活不下去的那些渣渣们 得到教训 所以对于SM计划的检举窗口 以及NCT结束无线扩张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Aspacarina制作的 结束直播的方法 怎么结束呢 哇 疯了 太可爱了 拍手的声音好愉快 旁边期间的 哎呦超可爱 咳咳咳